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羅部長 方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想延續上禮拜時間來不及 我們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 不過開始以前我想要先回顧一下 上禮拜我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是委會跟外交部駐外的人員 希望把我們的國民接回來 那但是法務部卻持不一樣的看法 他認為人應該由中國接種 那我現在先回顧 這個都是有客觀的歷史事實 您可以逐字的去對 我在上面寫的字 是不是一樣 還是可以請部長來這邊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手持的麥克風 我可以口頭說明一下 等一下齁 我先跟你講完我們上禮拜 整個資訊的過程 我先跟你講完我們上禮拜 整個資訊的過程 而且這個決定是有網上報的 這個是陳文綺的發言 那接下來呢您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林德福委員問您吧 林德福委員問您的時候 你說今年初有一個菲律賓的台灣人被大陸盯上 我們駐外單位久久 我們當天才知道 然後就跟毛院長請示 毛院長說外交部跟兩岸的事情 都由總統來決定 該怎麼做 由總統來決定 結果總統交代說 你跟外交部入委會去協商 看該怎麼做 結果還沒有開會 人就已經上飛機 所以整個事情我不可能向大陸通報 沒有公文 只是電話請示毛院長 我們沒有上籤 這個內容齁 都有客觀的歷史事實 就這個部分我想要進一步請教的是說 法務部哪一天知道這件事情的 就是當天 所謂當天是說1月14號那一天嗎 1月8號吧 那個 那是哪一天 就是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 他上飛機當天前幾個小時嗎 他那天坐幾點的飛機回來您知道嗎 我現在不記得 在場有任何知道訊息的人都上去協助部長 因為我相信部長不會說謊 但是謊是由誰說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追個水落石出 我100%相信部長不會說謊 但是部長是不是被蒙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出來的 是下午後傍晚的飛機 是下午後傍晚的飛機嗎 所以法務部什麼時候接獲通報 那一天的 是 不是中午還是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 那個具體的時間 等一下質詢完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請副司長 調查清楚了以後 那可能一併乘給主席 跟本委員會其他委員 這樣好不好 可以嗎 那我現在先問一下 就是說 不早你那天回覆 林德福委員的答覆是說 整個事件 你不可能向大陸通報 我百分之百相信 你個人絕對不會向大陸通報 我們同仁也不可能 你們同仁也不可能 你們同仁也不可能 你們同仁也不可能嘛 好 就開始協調各單位 依據兩岸協議 可以要求大陸提供資料 調查局是希望 國人返台能夠繼續有此資料 再做調查偵查 調查局用正式的書面給中國 說希望 你們提供相關的資料 後續中國公安部 就沒有再跟調查局聯絡了 那請問貴部 14號中午 有沒有人打電話給調查局 知道這件事情了嗎 那調查局打電話過來 電話誰接的 我有接到 所以副司長 你有接到嗎 好 今年1月的時候 台灣行事真防協會 有組團到中國去 中國公安部 副部長 驗請警政署 移民署 海巡署 跟調查局的人 警政協會 開會的時候 對方當場跟我們說 法務部有一個人 說 飛機6點50分要起飛了 6點20分打電話給公安部 對港澳台聯繫的窗口 跟對方說 現在我們人要帶回來了 你們可以到現場去抓人 中國的公安部很生氣的說 起飛前20分鐘才通知我這個 這種通知無法操作 請問就 這一個部分的事實 部長您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那請問副司長您知不知道 我們內容不是這樣子提的 那你內容是怎麼提的 我們等一下16號的會議紀錄 還有其他的證人 我先聽你怎麼講 那我等一下再請主席才是 把其他的證人給傳來 來先請讓你說 好 那這個第一個電話 不是我打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當時我 等一下齁 第一個你先澄清嘛 打電話給中國公安部的電話 絕對不是你打的嘛 好 這個我相信你 有沒有人打這個電話 我們當時有跟大陸聯絡 所以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你們有沒有跟部長報告 不是通常